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成毅新剧女主角有变动,原定女主迟迟不拍版,剧方要启用原冰岩 众所周知,成毅目前在拍摄电视剧《南风之我异》 不过拍摄已经接近尾声,过度了多久就要杀青了 而后续的拍摄计划也已经提上日程,将要禁组拍摄欢瑞世纪的大IP古装剧《沉香如蟹》 这可是成毅最拿手的类型,诠释起来完全不是问题 这部剧在筹拍的时候,男主角就已经早早确定了成毅 毕竟是欢瑞世纪力捧的男演员,有好机会肯定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他 而且公司也要用好资源把成毅再推上一个高度 为公司创造更多的利润 而女主角方面,欢瑞世纪是比较看好景田的 虽然景田不是欢瑞世纪的签约艺人,但是是合作很愉快的外聘演员 当年与任嘉伦合作的《大唐荣耀》在播出后大火 使任嘉伦一下成为了初出茅庐的人气新人 也使景田自己吸了很多的粉 更重要的是摆脱了高格调的人设,变成了接地气的亲民人设 总之,吃了这部剧不少的福利 所以欢瑞世纪这次邀请景田出演女主角 也是想要再一次达到双赢的状态,毕竟对双方都有好处 但是景田这次并没有痛痛快快的答应,而是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部剧的女主人设不是很好,有点腹黑而且暴富心强 呈现出来的效果很有可能会让观众讨厌 说不定不仅人气和口碑没有提升,反而让自己陷入舆论当中 景田一直迟迟不拍板的态度,让欢瑞世纪有点担心 最后答应出演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上哪里去立刻找到合适的女主角呢? 耽误拍摄计划怎么办呢?这损失可有点大 有点得不偿失 在这种情况下,欢瑞世纪开始另寻女主角的人选 于是把目光放在了圆冰岩的身上,想要让她与诚意二次合作 也许你会问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小编倒是真的觉得有可能 因为现在圆冰岩与欢瑞世纪已经和解了,而且也把全约签给了欢瑞世纪 就是完全变成了公司的自家人 而且圆冰岩目前的流量也还算可以,继续力捧的话未来不可限量 再说欢瑞世纪现在也没有拿得出手的女演员 之前力捧的张雨夕目前还没有水花 因为主演的影视剧都还没有播出 所以,也就剩下圆冰岩是合适的了 还有人会说诚意与圆冰岩不是避嫌了吗?还可以二次合作吗? 没错,之前在琉璃云歌会确实很尴尬,一点互动也没有 但是如果公司要求他们再次合作的话,两个人也不会拒绝 都是一个公司的同事,本身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 更何况,诚意与圆冰岩二次搭档也很有看点 这样这部剧的话题度也就不用愁了,变成了自带流量的热门剧集 好处还是非常大的,欢瑞世纪不可能没有衡量 如果沉香如谢真的启用圆冰岩,那么这部剧就是诚意与圆冰岩的二次搭档 满足了很多支持他们的人的美好梦想